HELLO 大家好,最近多了很多朋友問有什麼筍盤? 現在這個疫情有沒有什麼便宜? 是有的,我們最近很多朋友都在收拾筍貨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怎樣去看? 是否筍?其實不知道的 可以放近一點,我們可以看看 我們舉個例子,同一棟大廈其實跟香港一樣,都可能會看到不同的價格和不同的租金 那到底怎樣看呢? 其實我們最主要,一方面我們當然會搜尋其實這一棟大廈現在貨物賣的這個單位是否便宜 譬如說這個是450萬日圓的,是喊價,是年代租約的,租約33,000日圓 而這個就是同一時間,我想相差幾個小時內收到的 因為這個賣了之後,我們就去幫其他客戶去找 這個同棟其實是貨賣680萬,但這個是吉塞單位來的 遇上租金其實是租到45,000日圓 那怎樣看呢? 還有呢? 很明顯就買一個便宜的,便宜一點,是吧? 其實一定是 那我們說一說,其實連租約的定義是什麼呢? 因為香港很多時候很多投資客都會說我趕過租客走,趕過租客走 但是在日本的話,其實租約是自動更新的 那我們每一個年租約的物件,其實我們就會去搜尋租約的條款 租給什麼人,我們會看他的契約書 會看看他家屋的狀況是怎樣 其實我們會有不同的等等文件,其實呢 到時候我們就會集合所有東西,其實去幫客人做一個research 譬如說租客是什麼人,租了多久 所有的細節,其實都會有正本文件 想知道多一點的話,可以聯絡我們的銷售同事可以了解多一點 謝謝 謝謝 感谢观看